松开排气管路固定螺栓 将清洗机柱叶管路组件插入三元出口处 拧紧组件紧固螺栓 达到三元出口处不漏液的目的 拆除前仰传感器电路插头 拆除前仰传感器 将清洗机液体回收管路组件插入前仰传感器孔内 管路接通工作完毕 将三元宝清洗液注入清洗机药液进液口 启动分元清洗机电源开关 电压电流显示正常 功能顺扭选到一档 常规保养开始正常进行 液体循环正常 恒温加热系统开始工作 25分钟后白氧完成 指示灯开始闪烁 药液清洗过程结束 功能训用调制二档 清水冲洗指示灯亮起 清洗冲洗准备工作完毕 拔出氧传感器孔内液体回收管路组件 插入水枪 对三元催化器进行两分钟的冲洗 残余杂质被冲入清洗机肺液箱中 到此酸原催化器清洗工作完成